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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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球的叫位稍微受些限制 刘海涛也过来看一下能叫到哪儿 迪南没问题 八号十号之间的这个缝隙啊可以下来 角度非常好 这样打七的时候可以两裤处理一下六号球 这是第二裤的位置 也算叫到啊 三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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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选防守 直推11 也可以勾一下11 让12去吃酷 运机 8号球两个底带受限制 8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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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球 7号球 8号球 8号球 谢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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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快 好 好 蛮稳的 有关两位选手的情况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其实那么近期的比如说积分一些情况 我们请王百涛老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大家好我是王百涛 去年年底截止到年底的话 刘海涛的临时排名是第五位 积分保留10%以后还剩于1937分 马志宇排名是12 保留10%以后呢积分是1619分 那么其实昨天的一场球啊 对马志宇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对李博那一场球啊 如果输掉的话很可能啊 这个总的排名就跌出前16了 那么他现在进到本战比赛的前16以后呢 暂时是保住了前16的身份 那么在昨天的双败第一轮的比赛里面呢 两个人啊 也是抽到了一起 那么是刘海涛呢 是获得胜利 那么看看今天马志宇老师 能不能复仇成功啊 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复仇之战 好了 看花色球的局面还是比较明朗的啊 现在可以先叫13号球 低搓杆 那么现在打13号球啊 叫10号球的时候 一定尽量叫到一个主球向右或者叫直 那么如果是主球向左的话呢 就很难避开3号球 所以这个球啊 走的时候呢 高杆两酷啊 尽量叫这个10号球和这个12号球的双位 哎 这个球不应该失误啊 那刘海涛现在这个全色球呢 有一点点的难度 首先7号球啊 7号球右上角底带如果够下的话 这个局面还相对简单一些 如果不够下的话呢 就要叫到左下角的底带 选择直接K球 那么现在呢 1号球这个角度留得非常漂亮啊 可以顺势推下来 先解决4号 如果现在选择打1号叫4号呢 一定要留出一定的角度 然后 以便于用这个2号或者7号球去连接 那么实在不行 用6号连接也是可以的 嗯 大家看啊 这个不是特别复杂的局面 刘海涛呢 也是想了很长时间啊 才考虑几球 那么 刘海涛呢 这个秋风就是这样啊 非常非常的稳健 其实我比较欣赏这个 这种啊 就是说非常稳的这种选手的秋风 没有必要打到那么快 充分的利用这一竿的时间 嗯 这个蹬的有点多啊 嗯 这球啊 刘海涛的本意啊 是登到2号以后呢 2号叫的稍微直一点 然后去叫4号 然后1号 7号 8号 那现在呢 看是不是要考虑 可以一下4号球 哎 也还好啊 这球其实 顶正也行啊 嗯 顶4号顶正也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效果呢 还是有进攻的啊 那现在就是 不管是做4号还是做1号 这个角度啊 一定要做好 这球也可以打1号 白球推移库啊 还是叫4号 但是这个力啊 一定要发的 呃 不能太强啊 就是力不要打硬了 看看是K还是推啊 嗯 选择K球 那么看看现在 还有没有呢 4号球好像是有下啊 但是这颗球啊 但是这颗球啊 4号球这个角度啊 要低竿拉回来一点点啊 这个点一定要打准 这球如果打薄一点 就会夹出来 嗯 非常准啊 那现在7号球呢 做8号球 可以1酷也可以2酷啊 如果2酷的话 是低竿的右侧旋转 好的 另外一套选择2酷 嗯 这样刘海涛啊 抓住了马之宇的一次低级失误 又完成了一个青台 比分变成了2比0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啊 看看马之宇 能不能尽快的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和状态 这两个人啊 冲球 从至少从刚才来看啊 效果都是不错 一直以来也是比较擅长冲球 所以呢 嗯 就目前情况来看 应该不会是一个 特别纠结的一个比赛 应该都是 嗯 可能会是青台比较多的比赛啊 嗯 马之宇呢 大家也比较熟悉啊 就是自己曾经也出过书啊 就是叫小马哥 教你打太球 嗯 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啊 还有是 呃 全方面全 就是说这个技术的全面性来讲呢 马之宇 马之宇是毋庸置疑的 一定是 说说句 在我心里吧 他已经是一个中十八球界的大师级的人物了 但是呢 在比赛的时候呢 他往往呢 自己啊 有的时候在心态的调整上面 嗯 因为是 有一种啊 就是当事者迷的感觉 嗯 嗯 他给别人做指导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旁观者 所以他 一定会告诉你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让你去调整 那么轮到自己的时候 看看他自己调整过来 其实从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 两个人是有打的啊 就是 但是说从这个竞技状态啊 和这个对待比赛的这个心态调整上面呢 就是要看谁能够更早的进入到这种状态中来 嗯 一号能在二号和十三中间啊 打 所以现在打四号 嗯 这个地杆一定啊 不要拉小了 哎 好像刚刚好啊 那么这个球可能如果角度正的话 还可以地杆拉回来叫二号 如果角度不正的话呢 可能就要选择推 果然啊 这个角度不好 但是呢 这个球啊 效果不是特别好啊 这个落点 只能说还可以 那么现在呢 看来只能打三号球 三号球啊 这个推杆的话 从七号八号中间穿过来 上来看看是推一下八号 还是 哎呦 这个力发的有点太硬啊 嗯 这个力发太硬 这球如果要是说纯推的话啊 这个球是不会碰到八号的 是吃一库 吃一库以后抬起来 有可能会碰 那个可以到八号球 然后叫到七号和五号的双位 这个球打的太冲动 而且这个准度啊 也不应该出现失误 这种球的准度 这种球的准度不是特别难的啊 嗯 六海涛的一个连攻带手啊 那这个局面呢 可以六号球抵袋 也可以七号球翻中袋 啊 看看马之鱼怎么选择啊 选择六号球底带 嗯 还是非常准的啊 那么现在呢 二号可以选择K七号啊 也可以选择坐七号 嗯 选择了坐七号 嗯 这个球只要轻轻的推进 就可以叫到五号球右侧中袋 要准度 嗯 打薄了一点啊 嗯 现在 花色球的十一号球啊 比较难处理 那么六海涛呢 现在也在考虑 如何来处理 这个十一号 这球现在可以啊 其实 嗯 他好像这个 这么打的话 是要选择防守了 其实刚才进攻的话 也可以选择打十四 四号球暴中袋啊 主球两户 下来先奔着七号和十一号 来K 嗯 嗯 嗯 另外他的球风 是非常稳健的啊 没有十足的把握 轻易是不会选择进攻的 而且呢 大家看啊 这个防守的质量 也是非常高的 嗯 嗯 连勾到都很难 嗯 连勾到都很难 嗯 马之宇的勾球啊 果然是名不虚传 嗯 现在呢 刘矮涛可以打十四号抵袋啊 然后呢 留下十五号的一个角度 嗯 可以选择K12号 也可以选择坐12号 然后呢 用中带的两颗球啊 十号和十三号去调整下面的九号和十一号 嗯 选择直接就低杆下来啊 先处理十一号 十一号就起来 那么这颗球呢 即使啊 十一号借力七号不进的话呢 大家看啊 这个借到七号上以后呢 呃 七号和八号啊 同时会离开带口 那么十一号呢 等于是在抢位 嗯 这个球如果进了的话呢 主球是可以选择打九号球过度的啊 不进的话是一个很漂亮的防守 嗯 好 这个球啊 刘海涛看得很准啊 这个借力球打得非常漂亮 那么现在刘海涛 就等于是 胜圈在握了啊 只要自己不出现太大的失误 而且这个九号球其实进不进都无所谓 马之宇的两颗球已经被八号球挡到了 但像这种局面呢 刘海涛一定不能放过进攻的机会 一定是奔着 呃 一杆青台去的 因为只要你给对手留下机会 就存在变数 所以呢 能在自己完成 青台啊 就不要让对手上场 嗯 刘海涛昨天的晋级之物呢 也是不是特别的轻松啊 因为第一场呢 就碰到了实力小将 吴振宇 那么第二场是碰到马之宇 那么是连赢两场 晋级的是胜部出现的 八个名额 昨天的比赛 其实呢 有几个选手啊 是比较悲催的啊 我认为啊 首先呢 吴振宇 第一轮呢 碰的是刘海涛 输了刘海涛下去以后 碰的是戴勇 那么两个都是国内最顶尖的选手啊 嗯 结果呢 他也没有完成突破 都是两个 呃 两个失败啊 结束了他本次的这个大师赛 分战赛的征途 那么还有王鹏啊 是比较悲催的 昨天 嗯 第一场球是碰的出并节 那么两个人打成了12比12 然后时间到了 两个人罚点球 罚了十几轮啊 两个人 呃 你来我往 要么两个人都不进 要么就两个人都进 啊 最后呢 还是 出并节啊 多多罚进了一个 所以呢 是王鹏在决胜局 然后罚点球 输了第一场 那么第二场呢 对阵的是王小倩 两个人呢 也是干到了 双赛点啊 12比12平 那么最后一局决胜局的时候 由于王鹏的一个失误 那么 王小倩抓住机会啊 决胜局 赢了王鹏 所以呢 说王鹏是非常悲催的 但是好在呢 有去年的这个底子啊 还升1860分 排名第六 那么 这一战结束以后 王鹏还 一定不会跌出 前16 提到点球 有个问题 想请教您 昨天 陈强对谢章辉的那个点球 陈强在争点球权的时候 并没有积极的去争取 这个先罚 咱们现在的规则 还是像去年一样 是 五轮结束之后 先罚进的那一个人 直接胜利吗 还是就有所改变了呢 嗯 这类似足球点球的那种 对 王鹏呢 就是输在这个规则上面了啊 如果按照以前的规则 随先罚进就获胜的话 昨天王鹏就已经赢了 看现在刚刚这个局面啊 马志宇又上场就打丢了一颗 非常简单的这个13号球 看来的 我觉得他的 专注的程度不够 那么现在看刘海涛啊 这个花色球 15号 如果叫11号的球啊 要看看啊 小心一点 不要叫 不要被1号球做到厚丝 嗯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球12号叫9号 可以选择高杆推一阔 从5号球上方过来 也可以选择低杆的从下面过来 那么这个球尽量还是从上面过来 然后9号球自然较到一个角度 那么只要推上去就可以较到13号球 但是呢 刘矮涛还是很谨慎啊 看一下这个13号球做到什么角度 以便于自己再去用13号球较到8号球 他是瞄了吃第二库的位置吗 好像是打算叫到他手指的这个女孩 他这么打的话是想把8号球K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会在13号球叫8号球的时候简单一些啊 这么打其实也有一个风险 这样的话万一13号球撞进了 8号球落点又不好的话呢 就运气很差了 但是好在他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杆球啊 13刚才所在的位置 如果要是横台两库呢 那个4号球 1号球 7号球等等 都有些 有些碍事 所以刘海涛没有那么选择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球呢 就看出刘海涛这个 对这个球的这种 严谨的态度啊 很认真的这个精神 以他的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处理这种局面 但他仍然去避免这种局面 我个人也非常支持这种做法 训练的时候可以没有困难制造困难 比赛的时候呢 避免困难 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啊 我们现在目前排名前十六的靠后的几名选手啊 在这次比赛中 那么秋泡谋呢 是第一场输给了乔凤伟 那么第二场呢 又输给了陕西一名将马阳 那么现在秋泡谋临时排名第十 击分是1636分 嗯还有呢 同样出局的 还有余光宇 李铁钢啊 那么现在呢 这几个人都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 要取决于 这一战比赛 前十六名的这几个新人的成绩 如果新人冲到前面去 那么他们几个人就危险了啊 就是有被 这个挤出前十六的危险 咱们这个 嗯 就是前十六的种子选手 是都是按照上一战结束之后的 临时排名算的 而不是按照年终排名算的是吗 是按照年终排名算的 啊 那么看啊 现在的花色球局面又非常好啊 我们希望啊 马志宇啊 要学习一下刘海涛严谨的这个秋风啊 不要再有低级失误 嗯 这个球的落点不是特别理想 这个球如果现在就先叫到十一号球 就相对要简单一些 那么还好啊 现在轻轻推可以先叫十四号中带 没问题啊 这个落点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现在呢 可以选择啊 停在原地 然后呢 打十一号球中带 用九号球去传十五号球啊 这个问题就解开了 也可以呢 叫九号球的右下角底带 总之呢 这个球啊 一定要留出打十一号球的时候 主球一个向上的自然的角度 那现在低端可以叫传球 推端可以叫单下 好的 角度多了一点啊 推的稍微多了一点 不要着急啊 一定要稳定 只有进球 才能在场上继续击打 否则就只能看人家表演了 这个球走的不是特别理想啊 线路选择上 感觉推感啊 推到从七号和八号之间回来 这个角度呢 叫十号球的角度会叫得更直一些啊 哎 果然准度上又出现了失误 但是呢 刘海涛现在的球也不是很好处理啊 马智宇的两颗球在带口 那么 刘海涛的 三号六号黏在一起 然后五号球 最主要是五号球被十五号球挡到了 三号球 六号球组合球可能 是有可能能打的啊 但是这个球呢 刘海涛也不愁啊 只要 传进其中的一颗花色球 然后掉到另一颗 就主动拳在手了 那么现在呢就可以选择打一号球啊 主球 然后两裤藏到六号球后面 或者是打七号球直接K掉十五号球啊 好的 选择了打七号球 看看能不能K到十五号 哎 球杆延伸的多啊 就是这个高杆呢 效果太强了 那么这样就麻烦了 如果这个球十五号球可以进刘海涛就很主动了啊 然后再找一颗球 把那个十号球传一下 然后再撕到八号球 基本上赢了 那么现在的话就要看看它怎么来处理了 这个球啊 传十号还是挺有弯度的 十秒 先十 现在呢如果轻轻的三传六呢 也把主球啊就停到三号球那个位置呢 也可以两个球都死上 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这种球跳起来太简单 只要跳到球就能进 那刘海涛现在是不是想想啊 用哪颗球呢 最好能够把这个八号球纠缠起来 嗯 选择用白球去撞十号球啊 但是没有成功 那么相信马志宇这一杆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打十五号球叫十号 十号球就叫八号球中弹 马志宇昨天啊 后边的一场比赛打的是非常好的啊 在委居的时候呢 是对李伯啊 是一个接清 然后是连续三次开球局青台 啊 那么昨天还有另外一个青台小王子啊 除了十号青呢 是在十盘的聪球局里面开球青台其次以外呢 宇龙海对乔凤伟的一场球啊 是特别特别的精彩 是打出了四次的接清 也就是说乔凤伟榨球四次不进 宇龙海四次接清 然后呢自己开球开了几次 轻了几次啊 这么深 对就是在一场球里面打了十一个青台 可以说啊 就是让老将乔凤伟啊 这属于没办法了 稳稳的坐在了这个椅子上面 基本上就没有起来啊 现在呢这个也是年轻选手的优势啊 这个聪球 因为之前呢乔凤伟和王妍呢 也一直是在我的那个培训学校里面练球 那么我也经常跟他们两个讲 我说你们现在的老选手啊 差的东西太多 一个是稳定性 你不像年轻人那么刻苦啊 每天练十几个小时 你稳定性 准度的稳定性就差 然后呢 你只能靠经验去赢人家 那么现在呢 人家不给你施展经验的机会 人家直接就开球青台 对吧 人家开球明显比你们强 所以说呢 就是现在像王妍呢 乔宏伟他们如果啊 等等啊 像李特江 于光宇他们这批老选手 如果要想还是保级 那么就还是保持原来的竞技状态 是不够的 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一定要虚心呢 多多多加练习啊 而且呢要增长自己的技能 比如说自己的弱项啊 好的 这一局呢 马志宇的这个球 冲的是非常的明朗啊 那么全色球 应该是 不费摧毁之力 就可以完成青台的 那么看看马志宇啊 千万不要 着急啊 千万不要出现低级失误 那像这种球 打传球也是很 很有风险的啊 刚才好像六号角度偏直 他就没打 他其实是打宗带 刚才一颗球的时候 应该是更 更好好的就是想一想 到底回来要走哪颗球 他只是说 哎我只要走回来就可以 但是呢 就是说 我建议我们的这个 普通的台球爱好者啊 在打的时候 如果想进步的快的话 一定要打每一竿的时候 都想好 像刘矮涛这样打球 要想好具体 我要叫哪颗球 就奔着这颗球去叫 如果没叫上 我起码我知道 我失误在哪里 就是更严谨的 球风去面对台球 那么当然像 如果你要是打到了 像马志宇这样的 数量长度 你也可以像马志宇这样打 但是我 我建议初学者 不要这样的打 即使自己没有能力去叫一个细位 起码你要在自己的心中有一个细位 这样你能够知道 你的误差在哪里 误差了多少 才有练习的意义 有目的性的去打球 是去叫球 其实马志宇的技术是非常全面的 他的技术 我个人认为 没有短板 就是没有他不会的东西 没有他不能打的东西 只是他呢 就是说 我觉得呢 就是马志宇 平时因为我比较了解他 他平时的生活呢 也是练球练的特别少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在比赛中呢 就是有的时候发挥的不稳定 稳定性 那像刘海涛 属于是 刘海涛呢 不是天赋型的选手 但是刘海涛是特别特别刻苦的 包括在国家队里面啊 这么多队员 因为我经常跟那个国家队教练失明啊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嘛 经常在一起聊天 就是聊这个队员啊 他是对国家队队员是最熟悉的 因为他当了好几年的教练了 他说呢 就比如像挡金虎啊 像李赫文 天赋呢 都要比刘海涛高 但是呢 他们随着成绩也没有刘海涛稳定 是因为刘海涛更刻苦 因为平时刘海涛在练球的时候 就是拿八球台来练 他很少练九球台 就是说练准度全是在八球台上练 即使说要打九球去了 那么也是在准度的时候 练准度的时候在八球台上 然后用九球台去练线路 那么我们回到这一局啊 看看这个全色球啊 全色球其实是可以选择先保十号球的啊 然后回来的话呢 十一号 或者是最好是能先叫到 首先叫到十三号就中带 哦 马志宇现在选择打全色球 那么全色球现在的话呢 看来七号球啊 是中带啊 是可以有下的 要不然他不会选择全色球 因为一号球被包着啊 那么七号球如果解决了 一号球就能解决 但是呢 现在这颗球啊 因为他选择凯球嘛 凯球这个不稳定性因素就很多 现在凯完以后果然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啊 哎 力量 嗯 白衣可能是缓进对方的球 并且白球再放在二号的上 对 这个这个 他是这个意图 但是呢 力的发的不够 有点虚 那么在今天这一轮比赛啊 在其他球桌上面呢 也是有另外几场球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 那么比如郑宇博对宇龙海 两个这个吉林的小将啊 都是进攻型的选手 准度铸成啊 非常就是球风非常硬朗 非常犀利型的选手啊 非常有观赏性 那么他他们在TV二号台进行比赛 稍后呢会有视频啊 传给大家看 那么还有一场的是呃 带勇队楚炳杰 那么两个人同样啊 都是在九球上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的 嗯啊 又是这个我们综师八球的这个草根出身的这个选手 哎是的 感觉有点宿命对决的意思哈 哎一对一对的 对还有一场是 是汉青对马阳啊 两个人的秋风也是非常接近的啊 都是斯诺克出身 那么现在呢又都转转行打这个纵师八球啊 可惜呢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机器啊 嗯 场地的受场地限制 即使机器有的话呢 其实我们场地还是有一点点条件的限制啊 所以呢不能像大事赛似的啊 每张球台都有视频的 对 也请大家谅解 那现在看刘海涛啊 用架杆打14号球啊 这个球轻轻的推啊 然后呢是最好是叫到11号 哎这个球打的有点薄了啊 所以呢主球走的多了 那么现在看看是不是会选择打12号球中带呢 因为本身这三颗球啊 12号9号15号这三颗球就团在一起 就比较难处理 那么现在可以刚好呢 打12号球解开这个球队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刘海涛打一场球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费大脑的 因为他就是说他想的特别多啊 不是说一条路能走 他想很多种那个可能性 比如说这个球我这么大会是什么样 那么打什么样啊 就是说想的特别特别多 这球 哎 选择啊 轻轻顶一下 那么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现在呢可以考虑打13号球中带啊 然后主球顶一下1号 这球带一点左侧旋转呢 尽量修正一点角度 然后以便于能够将15号球做的尽量正一点啊 嗯没问题啊 那么现在打15号球推下来先叫到11号 但是11号球啊一定要叫出一定的角度 如果叫直的话就很尴尬了啊 嗯 静电 这个球打的啊有点静电了 这球明显感觉到这个15号球啊有个轻轻的跳动 那么选手在打出静电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无奈的啊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是无法预测的 你又不能每次出赶之前都让裁判员给你擦球 那么而且现在呢 裁判员清洁主球的时间呢 是算在选手的比赛时间里的 你一共就45秒钟 你还要考虑球形 你还要让裁判员擦球 对吧 这个时间往往就不够用了 尤其是对这个刘海涛这种啊 节奏比较慢一点的 球风比较严谨的一点这个选手 马之宇叫严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 他轻易以他这种快节奏的选手 是很少使用严实的啊 好球啊 这个就推的非常准啊 看出这个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 其实现在马之宇在犹豫啊 他顾虑的是什么呢 一是现在这颗球能够打进 继续留在场上 二呢是这个八号球这个位置是不好叫的啊 现在 现在八号球啊 现在八号球啊貌似两面底带都不够 这个十一号球这边有可能还会保点进 从这个我们的画面看啊 哎 这颗球打借力 好的 哎呀 还是借的厚了一点点啊 那么看来八号球不够啊 这个局面呢 十一号球如果选择传一号啊传下的话一定要低杆 一定要拉得很低啊 然后搓感 低搓感 让主球减速 尽量 不要走得太快 而且呢 这个力量不能大啊 因为大的话十一号球就离开带口了 那么现在大家看啊 刘海涛这个十一号球呢 还是挡到了八号球的线路 可以说啊 刘海涛这个是煞费苦心的 还至于也很犹豫啊 到底是进攻还是进攻呢 因为他防守也不好防这个球 这个球防守的话打二号啊 主球停在七号后面 但是一旦露出来的话呢 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但是呢 现在可以其实打二号呢 翻底带啊 即使翻不进的话呢 也挡到他十五号 这么打不太好 打二号啊 就是翻底带 那个力量刚好让他走到戴口附近 挡不到十五号 也起码挡到九号 然后呢 最主要是控制主球 将这个十一号球挡到 刚才为什么不能是打七号球 躺在二号球后面呢 也不是不能 就是说因为我们 我们看啊 这个马智宇是选择打六号 其实打这些球选择是很多的 不是说不能 这个球又出现失误啊 这个球呢 他是想正顶八号球 结果呢 十一号球打的稍微薄了一点点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说球的时候啊 我们从这个电视画面里面看到 一定是没有现场看得清楚 那么选手在选择的时候是 因为他们的选择呢 一定是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然后呢 而且场上的情况呢 他们是最清楚的 有一些细微的微妙的位置 对 而且台球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啊 角度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那么在打球机打球的时候 选择走位的时候 所用的干法的时候啊 就会一下就不一样啊 就会使用不同的方法去这个 交位啊 什么的哈 就是说我们呢 在画面里看到角度 有的时候不是说最好的角度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会说 不是最真实的角度 应该这样讲啊 咱们有的时候会说 如果啊 如果啊 之类的这些 好球啊 对这两干的准度是真是好啊 刚才这个5号远台一个推杆 现在4号这个推杆又是如此的神准啊 那么他如果持续这样的准度啊 那么刘海涛要想赢他也是很困难的 嗯 你比如刚刚打6号这个球啊 嗯 也要准的 你就可以用很多种干法去打 然后呢 同样可以叫到7号球 那么就看怎么来选择啊 你比如说这个球又是啊 就是说怎么选择 那那可能一般人就会推一裤就得了呗 对吧 那比如6号也是登一裤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马智也要这么选择呢 就是个人习惯 他觉得他这样掌握的好 能把这个球更稳定的掌握住 所以他选择这样的打法 那马智也一上场的话呢 这个比较慢热啊 那么这两个呢 也是抓住了刘海涛的失误 那么将比分顽强的追到了3比4 现在呢 又来到了马智宇的冲球局啊 上一杆马智宇冲球是一个榨青 那么看看这次啊 冲球怎么样 感觉又是一个技术型冲球啊 就是有固定的球下带这种感觉 其实马智宇是非常有天赋的啊 他没事 他只要是想去研究台球方面的事 他一定能研究的比谁都明白 看全色球 现在一号球的这个左侧底带 也是应该有下的啊 那么现在五号球这个角度啊 有一点点厚思 要注意一下准度啊 千万不要失误这个时候 职业选手啊 就是这种球是坚决不允许失误的啊 如果失误了 你就愧对职业两次了 那么现在呢 一号球这个较到的角度还是不错的啊 现在可以选择打一号 那么打三号的话是要做传球吗 哎 这个角度也可以啊 那这个球啊 一定不能打薄啊 一定是厚点劲 好的没问题 哎 哇塞 这个球有点厚思啊 不要太勉强啊 好球啊 这个低感打得非常漂亮 嗯 这才是真正的马之宇啊 大家看到是有大势风范啊 感觉呢 就是说在享受比赛这种感觉啊 嗯 虽然一上了有点低迷啊 有点弹强的翻评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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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市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市台球桌 大家好 我喜欢 乔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那么大家看啊刘海涛回来以后呢 冲球检查了一下这个裁判员的球摆的是否紧啊 六海涛也是一名非常严谨的选手 那么看一下球局在摆紧的时候我发力冲球 这个球为什么效果不好啊 为什么不紧他会总结 而且就算用摆球片 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稍微不紧的情况 所以裁判员在摆完之后会检查检查 四号球几个 碰一碰 这个球选花色球有一点点的 不是选择全色球啊 有一点点难打啊 全色球因为这个八号球好像是不够下的 那么这边呢又有一个三号球 啊被11号球挡到 看看马之宇啊 能不能突破成功 四号球打的是非常非常准的啊 看来这个手感是上来了啊 二号还有没有 那么这一局一上了 马之宇两个高难度的球 一个四号球 一号七号球 那看来八号球是不是左上角敌带有下呢 好的 如果照这个士气打的话啊 这边再完成青台的话呢 刘海涛可能就要紧张了 因为马之宇这种选手呢是属于表演型选手 如果你让他打嗨了 让他打手顺了啊 那么就是锁向本的一般人是拦截不了啊 那么好的啊 八号球抵戴 马之宇这个教科术师的走位啊 不要大意啊 不要失误 嗯很稳啊 第九局马之宇上 比分5比4 那么现在呢 小马哥也是连续的 两个冲球局的开球青台 一个接情啊 等于三盘球 刘海涛没有上手 那么现在已经完成逆转 5比4了 看职业选手啊 就是职业选手啊 在局间的时候 面部没有任何表情 给人感觉是气定神仙啊 对 刘海涛一直是这样 焦躁啊 是各种这个情绪什么的啊 根本就不会流露出来 poker face 第十局马之宇开球 嗯 这两次冲球啊 马之宇都是讲这个主球啊 放在了这个开球线终点的偏左一点点 嗯 游下球最后还是进了一颗 刚才马之宇这个接情啊 就是是比较有含金量的啊 那么看看这局能不能延续上一局这个手感啊 好的 顺利的叫到了一号和六号的放位 那么 这个球啊 其实角度不是特别完美 主球如果再向上走一点点 两颗球就都非常好打了 嗯 嗯 这个球啊 看着简单 其实非常难啊 想把球 想把主球留在这个位置 那么六号又要打进的话 是要打六号球的后点啊 是偷点的 那么这样冒着这个六号球打后的危险 而且主球又是一个急速的刹车 那么现在留给马之宇的难题呢 就是二号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啊 应该是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想选择七号球来叫八号球比较简单啊 但是呢这个拉杆明显的拉小了 如果二 这个低杆再拉多一点啊 二号三号的话都相对好打一些 那么现在呢 看看是不是要选择留下三号球去叫八号球 现在如果打二号的话呢 准还可以 如果不准的话呢 就给马 给这个六海涛留下机会了啊 一定要准 这球如果准了的话 清台又不是问题了 嗯 结果还是 嗯 为了强行走位啊 这个球准度还是出现了意外 那么刘海涛呢 现在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啊 看看这个几局没上场 看看手感 有没有保持住 哎 看到画面里面的 是我们可爱的小徒弟啊 也特意从家乡赶到这里来看比赛 现在可不可以打十二号来防守呢 防到十号球那边去 那如果现在像你说的那种线路的话呢 是需要低竿控制的 是需要发力的 而且呢 十二号球打保点的话呢 十二号球弹库以后 这个可控性呢 也不是很好控制 嗯 需要一个啊 一个细腻的控制 那么现在呢 推竿也可以啊 好的 这个球即使不进呢 大家看到啊 可以叫到 可以 就是说用十四号球啊 做到这个三号和二号的一条线 那么 现在如果不进呢 马志宇也只能选择七号打 所以刘海涛打球是非常严谨的 想在他手上找机会 你必须得是抢机会 你不能等机会 等是等不来的 这个球啊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 嗯 这球看马志宇会不会 勾二号成 二号球抵战 嗯 马志宇这个球勾的还是可以的啊 刘海涛现在呢 如果选择打的话呢 可以打十五号薄球 九号中带 但是呢 都有一点难度 还可以选择十一号来打 但是同样也是啊 没有特别简单的球让他过度 现在 而且选择进攻的话呢 如果一旦失误 就危险了 所以这种球打的时候 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还是选择十五号球 薄球 还是带着防守啊 不进的还是防守 哎 但是这个球啊 创了比较多 线路就出问题了 嗯 首先线路上没有控制住啊 这个球碰到了七号球 那么看马志宇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 可以啊 这个球虽然呢三号球没有较正 但是还是可以打的啊 这颗球呢 主要是将七号球叫的稍微正一点啊 最好是呢 走到九号球这条线上啊 哎 主球有一个自然向左的角度是最好的 嗯 右一点不错啊 非常非常的不错 嗯 这个球啊 总感可以蹬一下啊 叫八号球左侧中带 嗯 好球啊 好的 非常的漂亮啊 一时局马志已上 比分六比四 嗯 非常绅士啊 过来帮裁判员捣球 嗯 非常绅士啊 而且好像是没睡好啊 绕枕 嗯 也好像是颈椎啊 啊 对 打台球的人呢 呃 基本上都有职业病啊 就是颈椎病啊 就是颈椎病和肩皱炎 嗯 嗯 那么130分钟现实抢13的比赛 嗯 现在的比分啊 啊 说明不了问题 那么 海鲜在输赢 露死随手啊 还不好说 那么刚才 居间的时候呢 在场地内啊 我看了一下 呃 呃 郑宇伯那边呢 是6比2 暂时领先 呃 石汉青是6比3 领先马阳 啊 郑宇伯是6比2 领先宇龙海 然后陈强呢 也是5比3 领先张道伟 第十一局 刘海涛 呃 嗯 谢昭辉对杨帆呢 也是大比分落后 应该是6比1 刚刚啊 嗯 嗯 刘海涛这个冲就不错 相信啊 要冲出这样的球来 我们 普通的台球爱好者 也会有很多人 能够完成青台了 这个局面太明朗了啊 嗯 嗯 推的稍微小了一点点 这个球啊 其实本一打的时候 是奔着9号和12号球去做的 嗯 那么这个推的稍微小了一点点的话 现在打12号和9号 都不是很合理 那么 所以选择打15号球过渡一下 这球拉的一定要到位啊 拉小了 还可以啊 稍微小了一点点 这颗球打9号的时候啊 要想好主球到底到哪里 然后再触干 看还能不能低端一库 上的球越少的话呢 就 越对走位的要求高 嗯 好的 没问题啊 那六海涛调整了一下啊 然后呢 是 回敬了马之余 一个 二学球清牌 二学球清牌 第十一局六海涛上 比分5比6开心台 嗯 嗯 那么我们这次比赛呢 是2014年的开年之战啊 第一战比赛呢 对于这个选手的积分 排名啊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次比赛其实对这个排名在 15啊到32的选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一战打好的话呢 17到32的选手 直接可以进到16强 那么打不好的话 就要出局 那么对1到16的选手来说呢 靠后一点的选手 如果打不好的话呢 就会跌出前16 那么现在已经有几个选手 一定保了 已经是跌出前16了 那么对于其实像17 到25的啊 这几名选手 他们是谁呢 崔岩李仲伟 吴振宇 吕欣乔 乔峰 诗心 施卫达 景耀 王更墨 这几个人同样啊 这次很主要 但是他们这次都没有打好 如果打好都会冲进16强 结果他们全部都跌出 全部都没有进入16强 那么仍然还保持在这个 能够保32的 已经很不错了啊 现在 看马智宇的这次的冲球局啊 冲的还是不错的啊 起码呢是有球下有机会上手 那么现在呢 叫到11号 然后11号去叫上面的 最好是先叫到9号球 嗯角度不错啊 这球推干的话就可以叫到12号球和9号球啊 看看哪一个球的角度更好 然后再选择几球的顺序 嗯是奔着9号去叫啊 而且角度也是比较理想的啊 那么这个球呢要一个准度 只要推进就行啊 白球 白球即使弹一裤起来 顶一下15号球不顶死就可以啊 不用就是说 刻意的要往回拉主球 轮过去 嗯好的啊 追求啊 马智宇推的时候 还是带了一点点的佐赛啊 追求完美 嗯 这个球的角度如果要是偏大的话 就可以低搓杆的这个右侧旋转啊 那么马智宇还是选择了两裤 看来是角度比我预判的还要大 如果角度稍微正一点就可以 低杆一裤就可以了 中低杆一裤一蹬就可以了 那现在看马智宇的这个线路啊 已经进入了一定的境界了 不愧说是抬球叫腹啊 好的这个球特别这样子啊 12局马智一胜 比分7比5开球青台 嗯又是一个开球青台啊 已经三个开球青台了 那么是开始是连续两个 中间断了一个 但是那局也赢了 这一局呢又是一个开球青台啊 看看刘海涛能不能再次回敬一个啊 刘海涛上一局也是开球青台 那么关于就我们这个大时赛啊 呃 关于这个赛制啊 采用现实赛赛制这个 一直呢是找到了我们网友的一部分啊 只能说一部分网友的质疑 那么其实呢通过我们几站的这个实践呢 我们发现呢 这种现实赛制有的时候呢 往往会出现就是说更精彩的翻盘之局啊 包括是呃这种点球的时候啊 这种乐趣 这种就是说呃 球迷人关注啊 和这种刺激的感觉 嗯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呢 是非常成功的啊 这种现实赛 嗯尤其是现实在轮流冲球 这个双方的优势劣势转瞬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觉得非常好看 嗯看刘矮涛的这个开球啊 虽然是有球下 但是呢不是特别明朗啊 七号球中的 嗯七号直接可以打到吗 还是要四号传呢 啊是要传球 嗯这个球对准度的要求也非常高啊 而且这个球呢 力量不能太小了 要不然的话四号就死了啊 嗯好的非常非常的准这个球传的啊 而且力度用的好啊 四号没有呃 可以死啊 而且是可以活了 那现在呢就是 六号和二号 嗯还是有一点点的麻烦 不会吧 刘矮涛现在就选择防守 嗯 这是有意识的啊 我觉得啊是根据这个球形呢 觉得自己把握不是很大的话呢 现在比分要落后 那么有意识的呢 稳一稳啊 呃 逼着马之宇呢 跟着自己的节奏走啊 不不想让对手打得太顺 那么其实这是一种战术啊 嗯爆了中弹 嗯 这个球啊相信刚刚刚 嗯 刘海淘这个局面啊 如果年轻选手 10个里面可能有8个会选择进攻啊 那么 我觉得啊 以我的经验分析是 刘海淘是在 这个 就是说故意把节奏呢 放慢一点稳一点 那么不让马之宇打得太顺啊 嗯 然后消磨他的手感 这也是一种战术 但是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啊 大家呢 不喜误喷啊 不是有这句话吗 不喜误喷吗 哎 一方面是这样的 一方面刚才12跟2号也比较究竟 嗯 现在效果就有了 换回来一个相对好的局面 哎 力量力量啊 这个手感啊 就是 还是呢 线路控制的非常好 但是力量呢 没有控制住 刚刚刘海淘啊 我觉得他是两个顾虑 一个是2号 一个是6号 但是最主要的是顾虑6号 嗯 嗯 因为2号球啊 放在那里不动都可以挡住 马之宇的那颗 嗯 一颗球啊 但是6号球呢 挺难受 被11号球挡着 4号球中带 4号球中带 然后还能去 哎 他打的是借力啊 这个球没有选择直接推 选择借力 但是运气不太好啊 8号球 粘死了 嗯 这球借力 也没借准 其实是借后了 然后又借了一下8号 他本意是不应该是借两次的啊 嗯 借一次那么8号球还在带口吗 借两次 就不是这个力量了 如果他能算准是借两次的话 就应该力量再大一点 然后黑马就不会死在那里了 嗯 嗯 现在果断的选择防守啊 那现在还有 有一定优势呢 是5号球还在带口啊 嗯 马就选择12号球 推进5号 这个球啊 一定要打得准 打不准就危险了 嗯 嗯 现在看12号球啊 挡没挡到3号球 如果12号球没有挡到3号球的话 现在的话 刘海涛就可以打5号球去K8号球 留下 如果挡到的话呢 就要先叫到3号球左下角抵带 然后找这个6号球的角度呢 去K8号球 嗯 嗯 因为3号球如果是一点都没有阻挡的话呢 用5号就可以8号球 只要K到了 如果那边6号打不到 这边3号还可以打 可以是两头都有衔接的球 嗯 那么现在呢 3号刚才导播给了个镜头啊 不是很充足的进球 所以刘海涛选择先处理掉3号球 但是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大啊 如果再稍微直一点点的话就更好了 那么现在要想推下去 从6号和15号之间推过去的话呢 对力度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这个球你必须要叫到6号球的一个角度去 能够K8号 好 那么如果现在选择直接去K8号呢 也要K薄边 啊 如果正顶的话 白球就死了 K薄边 好的 非常漂亮啊 嗯 这个球呢 是 呃 完美的技术 加一点点的运气啊 当然呢 准度是首要的条件 那么3号球如果不准 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了 这个球啊 角度四直飞直 那么廖海涛呢可能是要考虑 10秒 一库低杆啊 然后你看这个他撬粉放的位置啊 就是他一库想要到的位置 低杆的话 那么这个球呢 呃 就怕打薄 打薄的话呢 如果你不加左赛调整呢 总可能弹一库以后就会被11号球挡到8号 那么如果打的正呢 你看这个球啊打出一条弧线来 看到没有大家 嗯 这个球就是说6号打的薄点进球 就出现这个效果了 如果6号球打正点或者是偷后点的 他这个干法就刚刚好可以交到8号球 他刚才也是一直犹豫啊 也是考虑这个就怕出现这种结果 可能是角度尴尬 不适合再从8号右边钻出来了 结果呢就是怕什么 因为那个球四直飞直 那么想两库的话较相同抵带 那么也是很难很难的 因为那个球角度太直了 等不动 现在还是这个加这个左赛的啊 强烈的左赛的时候呢 刚刚打那个6号球跑点了啊 点打的稍微偏薄了 那么这个勾球也不是很成功啊 这个球勾的偏的有点多 那么如果再勾的薄一点的话 8号球就会滚到戴口附近 那样马智宇的麻烦就大了 那么现在马智宇就相对说压力是非常小的了啊 只要不犯太大的错误 赢一下这一盘应该没有问题 是不是很好啊 感觉马智宇现在出杆和以前的出杆呢 在发力上有点不同 现在它的瞬间发力比较多 那挥币挥的不长 但是它这个发力呢是瞬间的提速啊 这个球杆 短距 嗯大家看啊 这个这个这个干法也是啊 瞬间发力特别多 看来大师级的人物啊 也是要不断的与世俱进 不断的学习 跟马智宇这种发力方式正好相反的代表人物啊 我感觉就是带勇啊梅林的这样柔柔的往前加速的那种 其实带勇有的时候呢也是出杆的时候瞬间调整 而且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干和后手都已经变形了 嗯啊就是说 力呢有的时候就是也是非常突然 那我恰恰是跟你的感觉相反 我感觉现在马智宇 现在的这种出杆有的时候跟带勇有点像 有的时候跟带勇有点像 而且呢梅林的发力和带勇的 我我个人认为是 嗯不是很像啊 不是一回事 对 所以你刚刚刚说他们两个的话 我有点不敢认同啊 我有点不敢认同啊 嗯 球杆立起来 带一点点左塞 这个球够大啊 这个球没有讲塞 这个球直接就是推 大家看到这个主球推过15号的时候 起码有将近1厘米的这个距离啊 这球只是说后思诺 那么对这个推杆 主球走直线 是要求比较高一点啊 其实这一局球你看啊 就是转机啊 这一球 马智宇啊 还是为自己的草率 付出了残忠的代价啊 其实你只要这个14号球 你只要准的话 就一定没问题的 没有完全没有必要法力 而且之前打那颗球去叫14号 打12号叫14号球的时候 也是打得太快了 没有想好角度就去打了 那么以他 马智宇对这个球的掌控能力的话 如果说你事先看好 到底要走到哪里的话 走到那个位置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他只是凭感觉 我只要走过去就可以 结果走过去一看尴尬了 嗯 我们好多就是说 抬球爱好者都有这个毛病 就是说只要我做出来 差不多就可以了 启动快速模式 哎 刘海涛 既然启动快速模式啊 这个有点比较少见啊 看看 那么我们球迷真是有幸啊 能够欣赏刘海涛 来怎么打这个快速模式啊 那么快速模式我觉得啊 对马智宇更适合 对啊 直落后一局 那刘海涛可能也是想挑战一下自我吧 十一号球抵战 十一号球抵战 但是我都不好啊 但是呢 这个球其实确实是挺有难度啊 这种远台的推感 那相对来讲现在刘海涛呢 就上手更容易一些了啊 因为刚刚马智宇那个确实是 这个球也确实是很难的啊 那么马智宇和刘海涛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点呢 就是以前都曾经是练过斯诺克的啊 也是 但是马智宇和刘海涛分别是 曾经也都是在全国斯诺克排名里面是非常靠前的啊 现在的角度呢 不是特别的舒服 不过应该没有问题啊 球杆稍微立起来一点 就可以登出来一点 好的 没问题啊 这个角度 还是不错的啊 角度再正一点点就更好了啊 可以打这个12号石油直接先叫到15号球左侧底带 那现在这个角度呢 那现在这个角度呢 有一点点勉强 10秒 延时 那看看是不是选择推一库啊 推推直接K8号 那选择推一库 力度 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嗯 看不清啊 这个角度看不清 9号球中的 即使这个球啊 就是直线的话 推进啊 白球向前走一两颗球的话 叫15号也没有问题啊 嗯真的是 合上你的眼睛应该比我准啊 看的 这个角度看的非常准啊 是有一点向下 我估计啊 刚刚刘海涛选择启动快速模式的时候呢 马智瑜反而会窃喜啊 嗯 太纳闷了一下 嗯 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 就是 比较舒服啊 比较得劲 第14局 六海涛上 1分 7比7 嗯 马智瑜在闭目养神了 在发功了 啊 第15局 六海涛也是 由于自己的 两个失误啊 瞬间被对手 追平了比分 那么可能 包括和尚啊 也是一直在纠结 六海涛为什么会选择启动快速模式 那么我们分析呢 有几种可能 嗯 一呢是六海涛呢 想要尝试一下自己 啊 挑战一下自己看看 在节奏稍微快一点的啊 时候 能不能把球打好 二呢 六海涛可能也是说 哎 你们不要以为我打球慢 是我故意的 其实呢 我是可以快的啊 我就快的时候也是可以打好的 就是说 十秒 那作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选手来讲的话 是应该去适应规则 只要规则是针对大家的 就是公平的 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去适应 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去适应 那我比较欣赏 那刘海涛啊 这种对台球的态度 时间少 我大不了是多想 少想点东西 那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刘海涛呢 那刘海涛呢 祖籍也是内蒙的啊 然后 但是现在呢 已经是在北京定居了 包括曲奇生子了 那么 嗯 王 王小倩啊 呃 刘海涛 哦 还有就是李铁钢啊 这都是 其实他们好像都是 就是说 都是李铁钢 那个 从今指点过啊 包括 刘海涛呢 是王小倩的徒弟 嗯 然后王小倩呢 又是李铁钢的徒弟啊 就是都是内蒙这一批的选手 包括现在也是我们这次大实赛 有好多的内蒙的选手过来参与 就是说而且我们也发现 像乌哈干朝鲁门这些 就是说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只是说说心里话 乔治的比赛高手太多了 而且赛制又这么严谨 没有偶然性 所以说要想冲进来的话 真的是九死一生太难了 那么这次比赛来参加比赛的选手 没有进入16强和32强的选手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气馁 吃金子总会发光的 那么相信你只要有实力 那么这次可能你是意外处局 那么意外不会经常在你的身上出来 好球啊 这个球做的不错 这个球呢 一定要做到稍微正一点 然后球有一个自然向右的角度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啊 如果稍微正一点可以涂一干一酷 那么稍微角度有一点点的话呢 就可以中低干横抬 那现在这个角度呢 看看是不是要推出来啊 带点灯的推 推到14号和15号中间这条线 就可以打黑霸 这个球啊 可以中高杆 轻轻的灯 好的啊 没问题 爸有酒底了 爸有酒底了 好的啊 第15句 一个接轻 连着一个炸轻 两个人对着青台啊 确实是两个人 但冲球都好 那么青台就比较多的会出现 看马之宇啊 似乎是没有休息好啊 在轻轻的按自己的头部 给自己缓解压力的同时呢 尽量自己上场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去面对 刚才刘海涛打一个中带球的时候 好像是我记得是1号啊 我当时说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成蒙尼谬蛋啊 其实我看那个东西呢 上个赛季组决赛的时候 我和王延老师搭档的时候 我跟他说过这个事 在这里希望 跟王老师和广大球迷朋友们 再分享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看这个角度 到底往哪边 可以把你的视线 就是这条打的视线 选手击打的视线 完全的让他在你的视野中 是横着的 或者竖着的 这样就便于分辨 因为我们的人眼在分辨斜向的东西的时候 是在速度和指摘度上都会下降的 这个东西我还是最近在一个动画片里知道的 我试了一下确实是有效 马之宇这个冲球还是不错 马之宇也是看了一下 这个球 11号球到底坐在哪个角度更好记得 感觉现在马之宇这个出干 好像出干歪了 不是出干和以前不一样 就是完全是有点还有点像那个李赫文的那种感觉 我前点着出 我前点着出 多了 推的太大了 这球 低竿啊 可以到一号球以后 白球再向后拉 这个实物是太不应该了 推中带的时候 这个手推的太多 延伸太多了 如果推出来相反的角度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现在刘海涛直接就可以用来 用一号解决机团 他去看了一下 要是二号有下的话 说不定他会K6 是不是王老师 如果是没下的话 就干脆KK 对 这个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二号应该有吧 二号如果有打的话 这个球还可以啊 应该是有打 那么现在已经看6号球的角度了 看6号球够不够下 右下角的底带 为什么要看呢 如果够下的话呢 打二号叫五号的时候 叫差不多的角度就可以 只要有角度就可以 那么如果六号球 右下角底带不够下 那么现在在打二号球 叫五号球的时候 这个角度就非常重要了 会够下 如果六号不够呢 叫五号就应该叫的尽量直一点 然后呢 可以拉回来 叫六号的右左上角底带 或者是中带 但是这个球要推的有点多了 五号球角度还是留的稍微大了一点点 四号有下 会不会选择呢 推两股起来 叫七 也可以 这么选择也是可以的 十秒 延时 这个球如果要是现在强行打六号的话呢 要低杆拉 不要碰到八号球啊 然后走四号和七号的双位 还是选择单叫四号 有 就是直 但是这样叫的话 即使四号叫到的话呢 对四号球的这个准度啊 难度上要加大了 因为这个主球离目标球太远 而且是江江 那个并不是说全有的 对 如果刚刚说是低杆拉回去的话呢 四 三 只要是六号球打进 叫到的那个目标球一定就是说 和主球距离上会很近 那么对准度的掌握上呢 就会容易一些 看刘爱涛啊 这个球果然出现失误了啊 然后呢 很生气啊 重重的在地上蹲了一下球杆啊 这个习惯呢 让我想起了雷耶斯啊 雷耶斯就是自己不进球了气的啊 就是 那球杆比刘爱涛这明显多了啊 就是 咣一声 就是 我们在那个体育馆里面啊 就所有人都能听到他蹲杆的那个声音啊 因为体育馆一般都是篮球场面的体育馆 地板的啊 上面铺一层地毯 就是特别特别小 语音啊 对 哎 线路 哎呦运气不错啊 运气不错啊 这个球啊 是 左侧旋转架的太多 刹车就 低竿推进 好的 非常漂亮啊 立发的非常好 好 这样呢 马之宇呢 就 最成八平 那么来到了第二个暂停 好的 谢谢一会儿 感谢了 第十六局 马之宇胜 比分 8比8 别再暂停 这是七局 刘海涛开球 在前两个暂停啊 双方都是占平 看看这次回来之后 双方的竞技状态怎么样 二号 还是有进球 但这次稍微有点纠结 六十三 而且现在打三号的角度 偏执啊 另外的五号 十四号 这么看来 九号那个位置 如果没十四还好 有十四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借 刘海涛观察一下 十秒 十三 如果三号角度够 五号又够借 延时 肯定是选全色球 九号 九号球中单 好的宝点进球 这样的话 现在的一的问题 就是十三 十秒 五 五 四 三 漂亮啊 哎 角度也不错 留下十五 十五号球啊 这个推中带 有一定难度 但是呢 只要自然推进啊 就可以较到 十号 十四号 和十三号的 位置 那么刚刚呢 在场内里 转了一圈 看了一下 其他作 郑宇博呢 已经轻松的 晋级了啊 大比分 拿下了 于龙海 呃 杨帆呢 也是大比分 拿下了 谢昭辉 那么戴勇和 楚炳杰的一场 备受关注的比赛 现在两个人是十比九 戴勇暂时领先 但刚刚一盘球呢 戴勇剩下一颗黑板 啊 不知道楚炳杰 能不能拿下机会 把比分 搬成到十比十平 而且两个人 已经是启动了 快速模式 那么陈强和张道伟呢 比分比较胶着 现在是八比八平 王云对 猪龙的比赛呢 王云是七比十落后啊 刚才是大比分落后 然后 现在已经追到 比分 稍微捷进了一点了 张广豪对李辉呢 是 应该是 十比六领先啊 张广豪现在是领先 好啊 说话之间呢 看刘海涛这一局 哎 看看11号的角度啊 还可以啊 那么这个球呢 可以选择直接等 也可以选择 低杆拉一裤啊 叫到7号和8号之间 这条线上来 那么灯杆的话 也是要走到这条线 好的 等的有点多啊 稍微点多 不过问题不大啊 那架杆还是没问题的应该 嗯 刚才讲过一次啊 说是马之羽啊 和 利海涛呢 都是苏诺克的出身啊 所以说呢 在 使用架杆上面呢 都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你看 架杆的姿势都非常标准 那么架杆的技巧呢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呢 是要控制好这个皮头和主球的距离 这样能保证你的力发准 就是说你想推还是想打 那么力能发准 其次呢 就是要 就是要 要尽量放平 啊 然后韵杆主要是 和你的平时打球的时候 运杆 啊 也要把这个球杆运直啊 然后呢 你在发力往处打的时候呢 你要看你这个杆出杆是直的 那么这样这几点控制好以后 呃 加杆的话 准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现在两个人还是比较胶着啊 呃 结局呢 还是未知数 那么我们大家 看看 接下来啊 所以更能 更好的把握好自己的机会 啊 第十八局 马智宇开球 哈哈 马智宇这个手有点出汗啊 啊 刚才你发没发现 马智宇现在冲球啊 一个是点冲啊 一个是力啊 它这个力发的就和那个波磁那种发力完全不同啊 它是短促的发力 呃 是瞬间的一个提速 然后是一个点击 这种感觉啊 对 而不是像波磁 波磁是那种延伸的推 那种那种那种啊 波磁在自己的教学片里 也说呃 是这种慢慢加速的出汗方式 但是呢 我们看啊 马智宇这个冲球呢 呃 从这场球的冲球效果来讲的话 是不次于波磁的啊 所以呢 昨天呢 我们说 中国选手呢 是没有 比那个他们明显不如的地方啊 嗯 就是看中国选手 怎么样来面对台球啊 看看是不是 谦虚一点啊 多学一遍 多练一遍 连续两个球 都擦来讲 嗯 现在花色球呢 要处理好 12号和13号之间的关系啊 好像刚才看了一下 是不是13有下 嗯 13有下就 简单一些 哎 哎 哎 主球 哎呀 还是姿势啊 出关的姿势不是很舒服啊 线路没有控制好 那么自己给自己撕上了 两库 这个球解球不能草分啊 解不好的话就没有机会上场了 现在比分这么接近啊 很关键啊 这个球15啊 有可能就是致命的15 10秒 嗯 现在可以选择一铺拒解10号球啊 10号球可以抱个带 2 1 嗯 还是奔着12号 哎 看来落点 哎呀 运气不太好啊 这个球1号给留下机会了 如果这个球8号球 把1号球粘住啊 让1号球没有下球 那么刘海涛 还不至于能够上手的这么顺利啊 这个角度是不是刚刚好高干低干都不适合K6啊 10秒 有点小尴尬 延时 这个球如果1号球推进的话 可以两步上来较到3号球左侧总带啊 但是呢 如果轻轻推的话 看看啊 10秒 低干够 哎 还将将是有点问题 好的啊 这个球应该刘海涛是算计到的 是K不到6号球 那么所以在打1号球的时候 是加了一个右侧的旋转啊 那么主球呢 刚好是两步 那么这个落点呢 如果再往左面一点 右面一点 都比这个落点好啊 这个落点不是特别完美 这个效果不错啊 6号球一个准度 低干 这个球啊 嗯 奔着两颗球的位置走 啊 不要单一的叫别叫小了 或者叫大了 奔两个球的都可以打的那个点去走 奔那个力去发啊 嗯 另外一套这个发力呢 是首先保证6号球近 然后它是单一的叫5号 职业选手呢 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球如果 呃 业余选手打的话呢 一定是要奔着两颗球叫的 这个球两颗 其实呃 带到8号球也无所谓啊 但是没有带到8号呢 那现在看看5号这个角度啊 如果要是主球有一个自然向上的角度呢 呃 角度大一点呢 可以直接的蹬过去啊 中低干 嗯 拉过去叫8号 那么角度小就尴尬了 10秒 角度小的话 这球低干拉的话呢 还容易主球落中带 5 4 高干推的话呢 叫8号球翻中带吧 这个球 哦 是有自然向下的角度 刚刚啊 怪不得了 外套 这么纠结呢 但是明显是受时间限制啊 时间不够用了 所以他刚刚这个球打的 不是最完美的这个位置 其实想做翻带的话 应该可以就是说主球 再做到偏上面一点点的位置 嗯 效果还 这样呢 马志宇的机会又来了啊 这颗球啊 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活球打死 那么还要争取 尽量撕到8号球 是不是 10号的右边大活呢 白球两空藏十二呢 啊 不一样 嗯 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 非常棒啊 这个效果 跳球翻抵带 8球抵带 正好有这个镜头啊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刘海涛跳球的这个姿势 他能够保证 哎 这个杆在下边的下边 所以 就在准度上 在瞄准方面 嗯 能够占到一定的优势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立起来 就很难保证你能视线的位置吧 嗯 这个球刘海涛的运气真的是好啊 不但黑八养到了带口 还没有给马志宇留下机会 这就是考验马志宇防守能力的时候啊 嗯 这样反而好啊 这球看看如果要不够下的话呢 这球反而比这个8号球停在带口 要安全的 如果8号球停在带口的话呢 是可以跳的啊 即使这么近也可以跳的 8号球替代 这个球如果撕到的小的话 刘海涛可以使用扎杆 那么现在撕的多的话呢 就只能选择勾球 力量小一点啊 勾不进的话勾要在带口 勾进 哎呀 这个是他的错啊 第18局 刘海涛上 比分10比8 第19局 六海涛可以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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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涛这个冲球啊 只能说运气一般啊 虽然冲进球了 但是现在选球上面 对尊度要求非常高 那么应该是会打12号球抵戴吧 因为从台面看 还是花色球相对来说好一些 15号球抵戴 选择打15号球 传球 9号传15号 这应该是很正啊 但这种球呢也要打准 打准的是9号的进球点 而且力量不能大 这种球万一打偏一点 小力量是可以滑进的 非常非常准啊 这球打的 还有的挑 那么这就是 刘海涛啊 就是说 经常能够取得好成绩 那么跟他这个扎实的基本功呢 是离不开的啊 强大的心理素质 加上扎实的基本功 首先从从球的技术上来讲的话呢 你看保进 然后主球控制的也比较好啊 没有飞 也没有吊带 那么只要有机会上手呢 手不软 完成一杆清台 那么这个球呢 现在 马智宜的机会呢 就没有刘海涛的机会那么好了啊 因为三号球和五号球非常难处理的 嗯 徐一亭的这个位置 这盘球对于马智宇 马智宇和刘海涛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刘海涛如果这一局赢下比赛的话 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还有32分钟比赛结束 那么领先三局的优势 而且差两局就到赛点 那么优势非常明显 无论从时间上 从这个局点上 那么都是占尽了一切优势 然后赢的希望就非常大 那么对于马智宇来说呢 这局如果赢了的话呢 比分缩小为一局 从时间上看一定是够的啊 那就是看自己有没有机会 就如果有机会把握的话 是完全有希望完成翻盘的啊 那么现在呢 场外的带勇和出品节呢 是打到了11比11 陈强呢 是11比8 暂时领先 张光豪12比7领先 这个1号球可以的非常漂亮啊 但是运气呢 稍稍差一点点啊 这个球如果出来的话 5号球的这个角度留的正一点点的话 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现在呢 虽然5号球打进不是问题 但是控制母球的线路上啊 要注意一些 那现在 打防守 哎呀 是不是留下了机会看看 14 12号 准准啊 关键时刻手不软 随着12号球进了 那么划算球局面开朗了 现在的话 10号球推中代呢 机会不太好 那么就选择打14号球 轻轻顶一下9号 现在呢 刘海涛需要考虑的是 刘哪一颗球去走8号 能够把这个主球啊 和8号球走得更近一点啊 如果走近的话 像8号这种球轻轻一推就有准了 如果坐远了的话呢 就容易有变数了 刘海涛 是不是会留下11一个向左上方的角度来 刘海涛呢 这是一定的 就是看 一定要留一个角度呢 中低杆 中低杆一酷的话呢 要避开3号球啊 这个球要打一个击打啊 11号球抵戴 不能推啊 击打 然后控制主球的力量 好的啊 这个球 刘海涛打的是一个中低杆的左赛 100分的位置 真是细 这样呢 变成了11比8 领先三局的优势啊 马志宇要想追回的话 难度系数已经达到了一定的 别说最高吧 基本上也是很高了啊 第二十局 马志宇开球 马志宇要想追回的话 感觉这一杆冲球啊 马志宇啊 和之前的几盘冲球 不太一样 那么 是不是 10秒 比分有三局的差距 有点没有信心了呢 还是说 不 想要 使用技术冲球呢 应该是 这个时候比分落后啊 自己开球局的时候 应该是 更加发力的 想冲进 开球青台才对啊 这个球打得很准啊 但是这个5号球落点不好啊 挡到了14号球的中弹 先打 这球可以先下去 叫15号和9号球 嗯 最球打得很准啊 看来 还是 没有丧失 斗志啊 现在 现在马志宇 照忙考虑的是 10号球了 右边中弹 好像 看他这个摇头啊 好像没有像 现在 这个局面是 敢去考虑 奔青台去了 所以呢 考虑10号 像刚刚打12号球 打第一颗球定色的时候 是 没有资格想那么多 先进了 然后 看看情况再说 现在最主要的是呢 8号球的位置 也不是很好 因为8号球呢 上面 哎 好球 这个球可以的太完美了啊 哦 用一下 太完美了 这个球 而且现在解决10号 是最佳时机啊 如果等一下 你留下10号去叫8号的话 那就又难上加难了 最球别着急啊 一定要处理好 一定不能再让对手 上场 嗯 这个角度 不是特别完美啊 最球轻轻推 嗯 或者低挫 然后叫到8号就可以 不要 走大 8号球抵戴 那么这个角度 还是没问题的应该 小心呢 小心主球 好的 没问题啊 第二十局 马之以上 比分 9比11 那现在看来的话 两局差距 应该时间还是够的啊 现在应该 我大致感觉下 应该有20分左右的时间吧 而且 要是 台球桌 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 制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好 22分29秒 时间足够用 只要控制住对方的笔分 不要再上涨就没问题 接下来是刘海涛的冲球局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选手 得一次冠军太难了 真的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水冰太接近了 每一场比赛要想胜利的话 都不是那么轻松的 就像昨天球泡某说的 现在的中十八球 已经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时代了 现在关键是直轻的选手 上升的特别快 看冲球 10号球不了 够不够啊 局面不是特别明朗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 刘海涛有没有这个实力啊 能够突破 完成青台啊 因为现在呢 你看花色球呢啊 10号球和12号球 基本上都是四球 那么全色球呢 其实全色球最难的应该是七号球 现在看来三号球是可以打的啊 三号球如果可以打的话 可以第一个人停在那里做四号 然后四号叫五号 下来在研究一号六号 然后二号也是需要一个细腻的啊 另外他如果这么选择的话 我觉得啊应该是要么十号够下 要么三号不够下 马志宇的话呢 可能 15号和6号都有打吧 应该啊 15号打的话可以去 可以开12号球 如果马志宇也选择15号 那应该是10号球一定是够下的 否则的话不能两个人都选花色球啊 这个12号球K的效果只能说一般啊 K的很好 就是说我指的一般是指的主球的落点一般啊 当然12号球K的位置已经很perfect了啊 第一杆右赛 搓 哎 是想K一球吗 难道不够吗 打包了吧 不要着急啊 这个时候如果10号球不够打的话 不要盲目的打啊 这球如果选择防守 可以打9号球防守 运气还不错啊 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10秒 6号球抵达 这个球是需要借力啊 借力4号球 5 4 3 漂亮 但是呢4号球的落点啊 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 是不是可以打3号球两库叫4号和5号呢 角度太大了 但是也是有可能的啊 这个球低竿右赛啊 是可以的 10秒 这球啊 可以是奔着4号和5号算位来叫啊 果然现在呢 4号的角度不是很理想 那么就可以先打5号球啊 但是呢4号球还是留下了啊 如果现在可以勉强薄4号中带的话 如果够的话啊 还是可以选择打的啊 那么打5号推下来的话 可以叫到1号球和2号球的算位啊 从1号和8号之间推过来 还是很保守的啊 保进 如果发力的话 终于打不进 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低竿叫4呢 六海套通常在打这样 稍微有点难度球的时候 都是以保证目标球保进为第一目的 然后呢 以走位为第二目的啊 非常谨慎的 这颗球呢 拉的有点小了啊 那么这个球呢 要两三库啊 去争取较到7号球 那么首先呢 要避开10号球 低竿 左侧旋转啊 他好像是没有加左侧旋转啊 加了兄弟 这个球 好 好 感谢观看 10秒 嗯 这条低竿拉的有点多了 9号球抵戴 嗯 这个球啊 就7号球如果 被9号球传进的话呢 是14号球会挡到 8号球右下角的下球线路 但是传不进的话就危险了 嗯 不错不错啊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啊 两边都没下 台球还贴过 台球真是这样 刚才感觉到已经绝望了 那么 马瑞宇打完一杆以后 这个花球的优势又出来了啊 10秒 8 82球抵戴 3 2 1 漂亮 哎呀漂亮漂亮 这球打得太帅了啊 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精彩啊 打的 但是现在马志宇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 这球14号球可以推到底带代口 然后呢 主球留到一个让梁海涛不是很好翻中带 又不是很好做斯诺克的角度是最好的啊 哎 选择了做斯诺克 那现在刘海涛可以勾 中带或底带啊 看看哪个更好勾 应该是底带好勾一些 这球如果中带够勾的话呢 其实还是勾中带呢 要简单一些 但是呢 刘海涛看了一下线路可能是不够勾中带 是 所以抱了一个勾底带 那这个球呢 现在对马志宇就主动了啊 这球可以做一个高质量的这个防守了 轻轻薄14号球 然后主球一顾弹起 再藏到14号的后面 哎 他没有选择这种做斯诺克呢 像这种呢 像这种呢 是呃 进攻性 就是说 撕上呢 是很 很薄的啊 一定能撕上这种打 但是呢 对于对手来说呢 这种斯诺克是非常好解的啊 如果像我刚刚说那种呢 是有风险的 容易 掉不到啊 但是呢 如果一旦掉上的话 他起码他直接跳是不可能去跳的 五 四 嗯 看两个人 这个人的防守啊 一个人比一个人防得精彩 这个球 看看是不是 有薄下呢 嗯 霸球底带 嗯 另外一套选择翻底带 这样的话也是 主球停在右上脚 带口附近啊 黑八呢 如果能挡到带口是最好的了 哎 好像是 14号球底带 有下啊 有下 那么看看马志宇这个球啊 这球可以推宝点去 先上库啊 然后再撞八号球 嗯 选择直接推 这两个人的防守大战啊 看看谁能够率先的突破成功啊 现在刘海涛也可以选择直接就 嗯 贴八号左侧啊 然后直接做掉球 我也可以选择二四撞击啊 正打八号 然后稍微发点力 白球二四撞击回来 嗯 选择了第一种选择 那现在 是少球底带 哎呦 抱带 要奔进解的话 是不是太危险了 这个球本身好像不是很够下吧 十秒 这球应该是选择两库的啊 五 四 哎呦 犯规 嗯 但是呢 这个球即使犯规 刘海涛也不是很好打 最后球 马志宇刚才解球的时候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啊 力量小一点 即使解不到的话 也不让他有太好的机会啊 那现在 刘海涛呢 是要 八号球 粘住十四号球啊 然后奔着僵局去打 或者是呢 就一直这样 防下去呢 因为时间快到了 那么马志宇的这个比分落后 还是 犯规 哎 犯规了 还是第二套啊 无论说从哪一点上 现在都是占优势啊 那么这球他还可以选择八号球 往十四号上轻轻的贴 因为这个球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进攻啊 这个球啊力量有点小了啊 这个球要把他一定让他轻微晃动就可以啊 千万不要走大 等一下 我又判僵局了 你俩同不同意 我又判僵局了 你俩同不同意 三个之内把这个局面打开 否则我就判僵局了 那现在呢 如果判僵局的话 是对刘海涛非常有优势的啊 大家看刚刚比赛时间还剩七分钟多一点了啊 诶 看看啊 马志宇能不能抓住这一盘机会啊 十四号球抵蛋 这就不能大理啊 八号球抵蛋 好球啊 这个球局面解开了 所以呢 裁判员也没有办法去判僵局了 那么关于僵局的这个规则呢 呃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 有的网友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裁判员要说三个案以后 呃 局面解不开就判僵局呢 是这样 僵局的时候是 如果两个人的局面啊 就台面上的局面 如果发生 呃 有这个死局的这种可能的话 呃 那么两个人又持续了挤竿 局面打不开 嗯 那么 第二十一局 刘海涛上 比分 十二比九 要征求双方选手的意见 呃 如果判僵局的话 两个人都没有意见 那好 就直接摆球 呃 按僵局处理 那么僵局呢 就是本局比比赛无效 啊 按照之前的那个 呃 选手开球的顺序 重新来一盘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斯诺克比赛啊 有的时候看到 呃 比如说有一场球是丁军辉啊 和和谁的比赛了 然后是塔布裁的嘛 然后两个人 只是一人往球堆里推了一杆做防守 那么谁也不愿意打开这个局面 谁也不愿意去呃 主球是吃酷 然后往球堆外面跑去防守 那么这个时候裁判很有经验 就过来跟两个人说 哎 这个局面我判僵局 你们同意吗 那么两个人说 OK啊 我们谁也不想打开这个局面 那就判僵局吧 那直接就摆球 不用每个人再挤干机会 那么像一般呢 像我们这种忠实扒球啊 有的选手可能对这个僵局规则不太理解啊 所以呢 就是在一个像刚才 其实这种局面呢 裁判员是 第二十二局 马之一开球 可以征求意见 但是也可以不征求意见 因为这个局面呢 是不可能永远这样僵着的 一定是有一方就是说出现失误 然后另一方突破的啊 所以说呢 刚刚这个局面呢 裁判员判的呢 也不是呃 十分的这个精准啊 但是呢 也没毛病 只能说 就是说这么判罚的话呢 也是没有毛病的 毋庸置疑的啊 嗯 马之一现在着急了 着急也没有用了 已经三局的差距了 怎么可能在六分钟之内完成三局呢 如果说刚好有一局是一分钟或两分钟完成 那么能够局局都这样吗 轮到刘海涛的冲球局 他一定不会大力冲了 所以我觉得啊 现在着急有点晚了 嗯 这球看效果啊 可以12号球 可以到让12号球插着1号球过去 就可以叫到1号球啊 别碰1号球 哎 那1号球中带啊 够了啊 哎 这个球啊 马之一叫的真很完美啊 嗯 看马之一刚才这个干法啊 这个是带有一点蹬的腿啊 也就是说 122号球上 12号球上 几分 12号球上 马之一样的 我感觉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现在呢还剩4分13秒啊 还差两局 那么平均就是说要两分钟完成一局 不太可能了 刘海涛等一下上来一干 起码要浪费掉40秒 嗯 啊 因为现在是加速模式 刘海涛的出干实现呢 是30秒 加上延时的20秒 然后他在提前个几秒钟出干的话 应该是一干就40多秒了 应该是不可能在 嗯 两分钟之内完成一干的话 应该除非 马之一不让刘海涛上手 完全是自己在表演 第23局 六海涛黑球 嗯 六海涛 也是偷偷地看了一下事件啊 我们看看六海涛怎么冲球 嗯 还是选择大理冲球 很有霸气啊 好 只要冲球近了 就没有问题了 这球不管清步清台 都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偏直了一点 嗯 这球 杆下的稍微低了一点啊 如果再稍微高一点杆的话 这球呢 一号球可以较到一个角度 去可以六号球 嗯 好球啊 效果不错啊 这球现在打二号球 可以去可以六号 大家看到刘海涛现在用的球杆啊 他已经也用了大概有两三年了吧 这是一把无上球杆 那么职业选手呢 对球杆呢 是不易经常更换的啊 只要是使着顺手的球杆 无论价钱是多少 那么只要自己觉得打杆呢 力啊 够用的话 就不用去经常的去换球杆 10秒 5 嗯 这一套还是选择防守啊 这个防守也是啊 这个让六号呢 不过要离开这个12号球太远 要牵制着12号 那么马之宇呢 这些是想进攻的话 也有很大的难度 当然呢 刘海涛呢 也是一上来的话 也是奔着青台打的啊 这一局 那么刘海涛也想是13比10 赢下这一盘比赛 嗯 也不是想把时间靠到了啊 让别人感觉到 哎 我是靠时间赢的 你那种啊 这么说了 嗯 既然已经是胜券到握了 表演表演 哎 有点娱乐精神也是好的 嗯 马之宇现在一看时间也不够了 来个大招吧 成全对手啊 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 那么这时候 刘海涛就可以 来个表演了啊 没有必要再去控制了 时间上已经 肯定是赢了 六号球中的 哎呦 你要不要 跳球底蛋 高进 哎呦 太漂亮了 哎呀 太精彩了 这个球 好 跟上 亚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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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啊 漂亮 太漂亮了 十三比输 战胜了 九秒钟 欢迎您在下午两点钟 继续收看我们的比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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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